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澳洲时间的2021年2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在1月29日到底有没有启动评判法 近几天网上一直有人传 在美国时间的1月29日,评判法已启动 有人搜索了美国国会网站 确实有USCR52 Use of Ministry and Armed Forces to Enforce Federal Authority Text contains those laws in fact on January 29th, 2021 翻成中文就是民兵和武装部队实施联邦权利 这些法律在2021年的1月29日生效 Chapter 1, Insurrection,第一章反判法 然后网上有个叫做小明的在YouTube上做了个视频 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读 再加上网友又提示了几点 一,早在一两个月之前 弗林和纳瓦罗在采访中就说 总统就职可以不在1月20日 可能在3月 在这里我说明一下 我没有看到相关的采访视频 但是有网友说 他们在YouTube上看到过这个视频 二,美国现在是属于美国公司 而不是美利坚共和国 在1871年 美国政府重写了宪法 将美利坚合众国纳入到一个公司当中 当然这笔交易是从梵蒂冈贷款 通过伦敦的银行做成的 美国公司的CEO就职是1月20日 而美利坚共和国总统的就职是3月4日 所以呢 现在拜登就职的是美国公司的就职 但是呢 美国这个公司就要破产了 三,拜登登机的时候 五角大楼没有按照惯例 派军机接人和护航 他是乘四人飞机去参加的就职典礼 现在拜登称的是海军一号 而不是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还有网友把视频中出现的拜登图片 做了各种比较 说现在出现的拜登是假的 真的拜登实际上已被控制 另外也有网友对了拜登以前 做副总统时的签名笔记 说与现在做总统时的签字完全不一样 网友的解读是军方与川普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若川普当时签发反叛乱法 会引发民主党控制的安提法和BLM的骚乱 会对美国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失 所以川普与军方协商 川普选择暂时退让 让假的拜登在台上 暗地里军方实施反叛法 对叛国贼实施抓捕 带军方全部清理干净 选举舞弊真相大白后 川普在三月份按照美利坚 共和国总统的惯例 在登基连任 对于在网上流传的这些事情 目前分为三派 一派是坚定的相信派 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 在验证这个事情 还有一派是认为这是胡扯派 是deep state故意放出来的 是为了让川普支持者 有个虚假的希望 不至于起来闹事 然后一点点消磨掉这些支持者的希望和愤怒 在这期间 拜登逐渐掌控政权 没看到拜登已经颁发了那么多行政命令 他政府的官员也陆续到位了吗 如果拜登是假的 军方在背后实施抓捕 难道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和国会预言也不知道 也在配合演戏 这太不靠谱了 最后还有一派是怀抱希望派 希望这个事情是真的 但又觉得这事实在有点太美好了 不太可能出现在这糟糕腐烂的世界 因为deep state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我就属于这最后一派 非常希望是真的 但又不太敢相信 网上有个名叫Z印的网友 是坚定的挺川普人士 关于美国是否实施了反叛乱法 他做了理性客观的分析 现在我把Z印的观点总结如下 一他说反叛乱法是1807年的一部联邦法 总统不用签署 只能调用invoke 而法条中252的日期 让大家以为反叛乱法启动了 他说这个日期跟你打开网页的时间有关 只能说明反叛乱法这部法律依然有效 而没有启动 二总统调用反叛乱法的一个先决条件 是必须按照第254号法条 公开声明让叛乱的人群散去 目前能查到的最近一个声明是 1968年有人说 川普6号的讲话让大家散去 就是叛乱法调用前的声明 但是这个声明目前查不到 三因为目前没有叛乱事件 所以Z印认为 启动叛乱法这个消息 目前来看不是真的 四他说 从目前华盛顿DC的戒严程度来看 绝对不是保障就职那么简单 他认为是军队掌握了舞弊的证据 认定deep state勾结外国势力 按照叛国队的那个方向在走 这也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DC有那么多国民警卫队 Z印说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事 因为军管是在宪法之下的行为 并没有超越宪法 所以Z印的意思就是 美国在1月29日 没有启动评判法 但有可能军方在暗中布置 按照叛国罪的条款 在对某些人进行调查 如果是这样 也可以啊 总比那个老民痴呆在台上 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 有的人说 这么大的事情 主流媒体为什么不报道 到现在还相信主流媒体的人 真是不明白川普这四年一直说 Fake News到底代表了什么 主流媒体若是能说真话 报道真实 这次总统大选 川普肯定是大赢 所以呢 就不要指望从主流媒体那儿 听到什么真实的消息 让我们这些人都怀抱期望 期待奇迹的发生 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万一是邪恶的Deep State 弄的阴谋 故意放出这些消息和视频 来欺骗愚弄川普支持者 让川普支持者在时间的流逝中 消磨掉反抗的锐气 在无论真假拜登 签署了那么多的行政命令之时 某些事情其实已经有了进展 Moblet.com在1月30日报道 美国司法部的公告提供了主要证据 川普没有煽动1月6日国会山的暴乱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唤醒了世界人民 美国拥枪的几千万人 没有什么动静 倒是在欧洲的人民开始反抗了 丹麦发生了人们抗议封锁的游行 在奥地利 警察脱下头盔和人民一起反封锁 警察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面 在昨天 美国继续增兵西太平洋 维持对中国的施压 美军周五宣布 4架B-52H战略轰炸机 今日飞地战略重地 关岛进行部署 这批轰炸机是由路易斯安那州 巴克斯德尔空军基地 飞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在美国股市上 美国散户结成霸军 把华尔街基金大佬打得吐血巨亏之后 纽约年轻人又计划要开启 重新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清 华尔街和政客的丑恶嘴脸 所以只有几千名人士在那里抗争 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最后被政府给压了下去 若是现在再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一定会得到广大美国民众 以及世界民众的大力支持 政府就很难压下去了 在美国时间的1月31日 郭先生做了个两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 赖小民被枪决 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帮中南坑的人搞了太多的钱 赖小民被执行死刑前嚎啕大哭 监狱里还真让他哭了 赖小民在死前最后几个小时给看守 法院执行者交代了不少藏财富的地方 给了这些人不少钱 这些个人都发了大财 据说赖小民管美联储的金条 就搞了两吨多 但是私下照顾赖小民 让他哭的人 有几个人已经消失了 因为赖小民最后几小时给了他们钱 人一定不要发横财 中南坑的那些人 担心这几个人 不仅拿了赖小民的金砖 钱财 也掌握了赖小民的情报 然后这几个人就被灭口了 二 海航借了员工的钱 借员工的钱找不着了 跟海航要账的人也找不着了 鼓动员工跟海航 要回自己的钱的人也找不着了 就是骗了员工的钱 海航不想还了 然后要钱的人被消失了 三 日本的山本家族是一个富豪家族 他邻居的两个孩子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变异的病毒 症状是眼睛发光 吐血 四 在2015年3月 在英国伦敦 郭先生建CIA的人 还有2014年 郭先生在香港建CIA的人 郭先生就对这些人说 共产党正在有计划的 在新疆进行大屠杀和种族大灭绝 是郭先生和国内的战友提供了无数的证据 孟建柱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任政法委书记时 公安部在新疆的人就给他们打电话 说出了一群的人还带着孩子 怎么办 然后这边孟建柱回答 处理掉 意思就是全部消灭掉 就地掩埋 郭先生看过新疆暴乱的视频 新疆人杀汉人非常的残忍 像在印尼华人的惨烈遭遇一样 汉人用枪杀新疆人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沙 现在报道出来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五 原来跟香港人说 国内民众的凄惨遭遇时 香港人说跟我有啥关系啊 隔着一条深圳河呢 有50年合约呢 现在香港人最惨 从2019年开始 每天都有被捕 被虐待 甚至被消失的 跟台湾人说时 台湾人说 我们隔着台湾海峡呢 现在你再试试 2月11日 听说川普要有动静 一位美国朋友跟郭先生说 川普这样子离开白宫 是因为川普没有坚定的灭共 没有看到病毒的严重性 摩根家族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郭先生说 川普怕普京 怕习近平 怕阿尔多安 川普呢 嘴很硬 但实际胆子很小 七 拜登政府和华尔街的人 要跟郭先生合作 但前提条件是 郭先生不要跟班农 再走在一起 第二就是把亨特拜登 在GTV的视频删掉 郭先生没有答应 八 前两天宣布的 严查政法委 严查军纪委 基隆部门腐败 这就是习 与王岐山 曾庆红 江泽民家族开干了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老大一要查政法委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党内要大欢雪的时代 最后再说一条 让大多数网友高兴的消息 多伦多民众 让小土豆滚蛋 上了推特的热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